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沈桧桐 最开始我带您看到金融市场 本周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 将先后公布季度业绩 而特斯拉和网飞的公司周三 也将公布财报 受到市场的关注 而在台股方面 随着AI概念股持续轮动 价券指数周一是油黑翻红 中场收在17334.29点 上涨50.58点 而圈指望台积电是开低震荡 来到591元 联发科表现弱势 股价下跌9元 而在超委董事长苏兹峰 来到台湾 也带动AI相关概念股走势 包括和硕 加世达 英叶达 都上工涨停板 三大法人买超3.34亿元 本周才经一大焦点 台积电法售会 即将在周四登场 左右科技业的下半年景气风向 而外资聚焦 人工智慧半导体需求 以及今明两年的资本支出 逻辑半导体循环复苏时间点 以及海外布局进展等面向 而有法人推估在苹果新机的影响之下 台积电第三季营收 有望迹增超过一成 但收到终端需求持续疲软 有可能再次下修全年的营收展望 台积电第二季法售会 本周四即将登场 市场关注下半年展望 半导体景气 以及人工智慧对营收的挹注 不过近期市场就传出 台积电可能再度下修 今年的财测展望 较上上个星期 大力光是直接看坏 旗舰手机需求 目前教资深分析师翁伟杰 怎么观察下半年的半导体景气走向 目前视况看法如何 我想其实以现在目前的整个 全球半导体业的一个景气 都还是呈现在比较偏下行的阶段 从整体的半导体相关的 代工厂商的这个产能利用率 都没有明显拉升来看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要看到下半年的需求 有回温的一个机会 其实难度还是相当的高 那么当然以这一次的 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景气 具体到底什么时候 要去营运做回温的观察 其实很难去进行掌握 最主要还是两个关键 第一个是区化库存的一个状况 仍然在半导体产业当中 是普遍的在进行当中 尤其是成熟制成 过去的库存高气的一个现象 当然是非常明显 第二件事情就是 高端的这些相关的 这个晶片的应用端 包含像是手机 或者是NVPC等等的一个需求 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回温 所以其实两件事情 第一个区化库存在进行当中 第二件事情 市场上面的终端应用需求 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 回温的现象 那么当然这个从 台湾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不管是在出口 或者是外销订单 连续的一个衰退 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当然 现在市场上针对台积电 即将召开的这个 法说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有提到 营收可能会出现二度下锈 那这个最主要 也是在反映 针对于手机这一端的这个 需求其实没有出现明显的需求增长 不管是在苹果还是在飞瓶阵营 尤其是飞瓶阵营的需求 都没有看到能够有明显的一个放大 尤其是在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全面解封 复苏的同时需求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回问 那另外呢 从这个大力光的一个说法上面 也可以明显的看到 对于全年度高阶的智慧型手机 不管是苹果还是飞瓶阵营 他们的看法都相对比较保守 这一点也可以对照 联发科近期的一个走势 也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 所以手机端的这个需求 没有明显的回问 那另外NB跟PC的一个需求 也没有出现 在去化库存之后的一个需求增加 或者是有一些明显的 不库存的一个带动的效应 所以需求呢是比较偏疲弱 造成说整体半导体产业的景气 什么上去预估它回问的状况 是非常的困难 那另外市场上比较期待 大概就是在AI产业 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你现在目前来讲 今年全球的这个AI的 相关产业的一个事况 大概就是在250亿美金 其中AI晶片大概是占了 大概150亿的一个美元的一个状态 那么以国内现在相关的 这个AI的这个概念股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 这个产业链来看 它的市值增加都已经超过了 今年应该有的一个市场规模 的一个预估值 所以其实代表说 国内的AI相关的产业的发展 或是个别股的部分 是有一些比较偏泡沫化的一个疑虑 所以其实后续要期待 利用AI的这个产业来带动 半导体产业景气的一个回温 甚至是复苏 其实难度是有点高的 所以后续在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景气观察上面 还是整体是以全产业去进行一个观察 因此到目前为止 下半年什么时候会看到半导体业的景气 调整结束 要开始进入到回温跟复述 其实预估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我们谢谢翁分析师 再来看到应对AI浪潮 有消息传出台积电高雄厂区的布局 将原先的28奈米成熟制程 改为更先进的2奈米制程 而对此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 市府会全力配合 街部长王敏花也回应 台湾是台积电最主要的生产地 具体项目台积电在适当时机会亲自说明 高雄投资先进制程在台湾生产 主要的产能在台湾生产 那这个我就是一再跟大家说明 所以台湾仍旧会是台积电 最主要的生产基地 那这一些台积电在台湾的投资 都是让台湾的产业持续的深化 包括供应力的部分 在它的整体的一个布局 所做的一些调整 那我们市政府就全力的配合 那目前也包括这些水电的这个问题 在当他决定要改变制程的时候 就已经告知市府 那我们也邀请中央单位做过一些 这个因应跟调整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高雄市长陈其迈进一步表示 在环差的部分 就等台积电补足相关资料 再进行后续行政程序处理 持续强化AI领域的超维执行长苏兹锋 今天下午抵达台湾 周四将前往阳明交通大学 货帮名誉博士学位 而这几天他也将相继拜访供应链 除了拜会经约代工伙伴台积电之外 重点锁定组装系统厂商 包括ODM代工厂荷硕音叶达 也激励荷硕股价创下两年半新高 而音叶达股价也续创新天价 回为四年有半导体女王称号的 超维执行长苏兹锋本周再度来台 传出19号的供应链活动 将邀请金元代工伙伴台积电 总裁魏哲嘉等高层与会 业界预期将带动COVAX先进封装 再受瞩目 随着人工智慧应用扩增 苏兹锋这一趟行程更是锁定 堵装系统厂商 强化生产与终端出海口 苏执行长这边跟台湾产业界走得非常的近 我们公司跟他 我们公司从上游到下游 跟他碰头的机会非常的多 比如说我们公司在 IC沿件的紧缩上面 目前是AMD的供应商 所以说这个苏执行长来 会跟我们上上下下的干部 很多人都会碰面 搭上AI列车 合数17号股价创下两年半新高 音叶达股价也续创新天价 本周苏执峰传出将会面 ODM代工厂 音叶达 伟创 广达 神达 合硕 以及封色厂日月光与旗下细品 还有与常年合作的板卡厂 维新技嘉洽坦在AI伺服器领域合作 在人工智慧领域几乎被 绘图金面大厂挥达垄断的情况下 超为动作频频 6月中旬推出专为生成式AI设计的晶片 本周来台展开固装之旅 在人工智慧领域急起直追 新唐人 雅台电视 直前李肇婷玉 台湾台湾报道 彭博科技记者指出 苹果首批内建M3晶片的Mac电脑 可能会在10月推出 这款晶片是以台积电3奈米制成打造 苹果曾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宣布 计划为平台退出重磅游戏 M3是最好的支援 根据Trend Force最新研究显示 预估2023年全球PCB产值约为790亿美元 比2022年衰退5.2% 但其中车用PCB市场则逆势成长 主要是受惠于全球电动车渗透率持续提升 以及汽车电子化 中共官方公布 6月份16至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21.3% 刷新5月的20.8%记录 再创官方数据新高 马斯克旗下的航太公司SpaceX星链 发射一枚火箭可同时攜带多达60颗卫星 今年到6月底为止 SpaceX已将1000多颗卫星送入轨道 根据哈佛专家数据 目前全球发射的卫星当中 有60%以上由SpaceX实现 青唐人亚太电视真理报道 再来关心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写定CPTPP 16号在纽西兰举行部长级会议 而英国是正式签署加入 预计明年生肖实施 成为第一个获诊加入的欧洲国家 与非创始经济体 不过针对台湾与中共等新入会案的审查方式 会员国目前是没有取得共识 对此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 表示将持续争取各会员国的支持 并强调台湾相当有信心 因为台湾的贸易体制法规与制度 都非常公开透明 期盼CPTPP维持高标准来处理 尽早开始审查台湾的入会案 除了台湾 中共也是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但澳洲贸易官员透露 中国短期之内是无望加入 而考虑未来加入申请还有待时日 而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表示会员国的共识 是有施压行为 无法遵守法令的国家以及地区是无法加入 外界认为这是案子用贸易手段 施压他国的中国共产党 而外媒路透社报道 CPTPP是一项高标准的协定 对于中共来说 加入其中障碍不小 带来关心中国第二季的经济扩张为6.3% 是远远不如经济学家的预期 再加上6月的消费者支出成长脚步放缓 再再显示中国经济是在线警讯 另外中国上半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 较一年前是下滑7.9% 降幅大于是1到5月的7.2% 代表房市是持续下行 但靠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宣布新任执行长 由曾经担任美国白宫总统创新研究员的 林博志接任 期盼能够促进台美双边贸易 彰显台湾在全球舞台上的重要性 而劳动部公布最新无薪假统计人数 增加789人 其中制造业就占了578人 与订单减少明显有关 而今年第一季房贷期数为291期 较上一期是减少月6期 是近11季首见下滑 而国人房贷平均要还24.3年 专家指出这反映30年期的房贷申请状况 可能逐渐达到顶峰 另外台湾港务公司表示 2024年预计来台的国际邮轮公司 将恢复至历年最高峰的七成 并乐观预期在2025年全面恢复 行政院今天与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 以后再次举办座谈会 商总是一共提出52项的提案 包括金融财税 人力资源等议题 期盼政府能够解决 而理事长徐书博当面向行政院长陈建仁喊话 表示政府的各项施政要符合企业发展精神 国家财政才能稳定 而行政院政府院长是亲自出席与会 陈建仁就提到 在通膨和升息的环境下 台湾经济成长动能面临挑战 与其第四季景气渴望复苏 同时内需产业表现也越来越好 成为支撑台湾经济的主要动能 Intel高通等CEO传出试图游说白宫与部会官员对中政策 但专家观察美国政策扭转可能性相当低 就细下我们带您了解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代替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着眼缓和美中紧张局势 但认为取消关税为时过早 九时报报道 瑞银集团将审计工作交给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华街日报报道 历经多年特斯拉开始生产Cybertruck 日本产经新闻 劝着英国正式加入CPTPP 外界焦点转移到中共能否加入 而日本CPTPP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后腾茂之表示 新成员国将排除强权胁迫国家 美国拜登政府也拟再次扩大对中国的晶片管制禁令 外媒报道 Intel高通回答三家高科技公司执行长 传出未来一周将亲自到华盛顿讨论对中政策 试图游说白宫和国会官员 不过产业人士就观察 美国的主流民意 对中态度是趋向强硬 政策扭转的可能性相当低 美国拜登政府未来几周 也拟进一步出台对中半导体出口管制禁令 涉及AI晶片半导体设备以及对华为出口新规 外媒报道 美国半导体公司Intel高通和辉达执行长 未来一周将前往华盛顿亲自游说美国政府官员与议员 试图阻止这项政策 美国众议员中国问题特别文会主席盖拉格14号发声明警告 我很惊恐地看到若干美国公司执行长持续提倡松绑敏感科技出口管制 而拜登政府有必要紧缩对先进晶片的出口控制 但我们观察到其实包含了雷蒙多 包含了戴琪 包含了苏利文 这些拜登政府的非常核心的目标 其实他们的态度依然是非常的一个坚持 也非常的强硬 所以我认为即使是Intel或者是NVIDIA高通 他们却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 但是政策转向的空间 其实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加强对于中国大陆晶片上面的管制 甚至是对于半导体方面的打压 其实只有没有鸽派 只有鹰派甚至是更加的鹰派而已 高通60%营收来自中国 Intel与辉达的中国营收分别占25%与20% 而美商在中国营收比重高 成为厂商试图游说主因 专家指出即便中国业者钻漏洞 能够透过二线晶片通路商获取AI晶片 也将大大延缓中国产业发展速度 你在中国大陆发展人工智慧 你的成本很可能会是美国的50% 甚至是一倍左右以上的一个成本的价值 所以当然这个也间接地削弱了 中国大陆在人工智慧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对中强硬立场可能成为未来10年 美国政策主轴方向 预料制裁将持续加码 记得大家是池千里审慧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中共当局从8月1号开始 将对加汉者两种关键金属实施出口管制 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就表示 这只会增强全球许多国家降低依赖去风险化的决心 并提高本国的供应链韧性 中共商务部海关总署7月发布公告 从8月1号开始 对加根者两种关键金属实施出口管制 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 中共将弄巧成拙 我认为这是一个自败的动作 因为我认为它只会继续 很多国家在世界上的决定力 去除了危险 找方法去减少关键金属性 和增加自己的供应链韧性 能源民用核技术与核安全生物医学等领域 中共官媒也曾发布系列报导指出 中国工业发展有35项关键技术仍需依赖他国 主要武光科机晶片航空引擎吊舱等领域 新唐人亚他电视胡宗汉张祺林整理报导 中共7月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数据及反间谍法 外媒报导在当地营运的跨国企业正加速推动数据脱钩 区隔了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资讯科技系统 业者忧心共享被视为敏感的资讯 可能受到中共监管的刑事处罚 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共7月初开始实施更严格的修订版反间谍法 是当地跨国企业加速推动数据脱钩 金融时报报导包括美国顾问业者麦肯锡公司 波士顿顾问公司与奥伟旗下员工纷纷透露 公司正将他们在中国的资讯科技系统分立出来 上海年历大律师事务所资料法令遵循律师罗伯茲表示 新版反间谍法引入刑事处罚的可能性 加上因共享被视为敏感的资讯而受到中共监管 都让跨国公司感到担忧 一家美国顾问公司主管表示 公司几个月前已经开始重整系统 对几乎每项数位工具都建立一套昂贵的中国专用版 禁止员工携带专用的笔记型电脑离境 同时建立中国专用伺服器 并为在地团队建立第二电油信箱 让外企员工深感 在中国做生意为何如此困难 新唐亚太电视胡宗翰唐吉安整理报导 实体输电视为了吗 三十年老字号的政大书城八月底即将熄灯 休息一下我们带您了解 换回来 带您关心 近年来在电商折扣站等因素下 实体输电是不断萎缩 成立三十多年的政大书城 今天发出声明将在八月底宣布停业 而一写九三年创办的政大书城 全台开过八九家的实体店面 随着新兴书店以及网路书店的崛起 二零一零年是先后收掉台北四家书店 高雄两家分店也是相继歇业 作家杨宗翰就形容政大书城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而停业反映一件事 代表坚持只卖书 而不采取复合式经营餐饮的书店 在台湾是越来越难生存 农店共生是现在农业的趋势之一 而在农地上架设太阳能板 除了在电力上自给自足减少电费 还能将多余的电力出售赚取额外收入 德国就在研究在啤酒花田上安装太阳能板 为上百户家庭提供电力 布宇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地区的哈勒陶农场 以种植啤酒花闻名 布宇史蒂芬应用科学大学 与佛罗恩霍夫研究所 和当地啤酒花农合作 在啤酒花田上 安装面积约1.3公顷的太阳能板 除了发电 太阳能板还可以为农作物遮阳 现在农民们都在等待第一次收成 想知道啤酒花的生长情况 今年8月 啤酒花将进行架设太阳能板 后的第一次收成 预计农店合作的啤酒花农 透过太阳能发电获得的收入 大约是啤酒花收入的两倍 这场合作计划 趋资150万欧元 约新台币5089万 这些太阳能板在结构上 具有相当大的挑战 因为取代了啤酒花的棚架 太阳能板必须架在离地超过6公尺的高度 除了腰抵挡强风 当船即来临时还得承受啤酒花的重量 新唐人亚太电视书和综合报道 大家看好明天7月18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台湾21党ETF除席 国产署记者会 另外中华宪平2023台湾年终信用展望 以及微软与暴雪收购协议到期日 以上是7月17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沈桧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